第七屆滬港杯在上海的紅口球場進行比賽 換言之,香港隊就是作客 好了,紅衣右攻左的上海隊全白左攻右的就是香港隊 現在就是上海隊的手道球員李曉 不上得前,將我的球彈彈在後面 谷李謹,亦都再來一個後船 哇,這個球很敏,終於跳到 但是就是鑑操踢到香港球員那裡 被踢到的歐偉倫 上海隊尷操踢人的這個就是范志敏 上海隊的守門員蔡建林 球證當然吹罰了,這一下看看歐偉倫是否吃得應不應 有點操作的表現,這一下自己扭失了球之後 歐偉倫在偷他的球,他就拉一腳下去 球證吹罰之下,就是偉仔主要這個罰球,一斬斬過去 哇,這個驚訝標前頂漏了後面也是撿不到的 這個球奧沙亦是撿不到的 被上海隊的球員批了出去底線 批這個球出去底線輸國球的,這個就是邱經毅 好,香港隊是向對方施壓力的 李健和一斬斬在前面 沒有預備,譚敗士這個球突然按拘角 撈回來中間,哎呀,這個球機啞的後抽 這球彈後所說被李健和從後蓋上來建谷 慢了一步,被上海隊的守門員蔡健林沒收了這個球 跟著滾出來了 這個范志毅把球又送到後面,黃剛 看看剛才這個球,譚拔士一勒勒進來中間 有一個後抽,機啞漏過來 可惜李健和來遲了一步,被對方的守門員擒了這個球 譚世衛,這個直線,為了李健和 好像一個似乎有點犯手球 不知道球證是否看得到 李健和壓著對方的時候 就似乎手有些動作 李健和相當勞氣了 好,繼續比賽之下 上海隊的攻勢了 你看到8號的范志毅,拿著球直線彈去前面 接著就看到唐全順9號的箭頭 黃遜扯過來右手 這次輪到香港隊的球員犯規了 大家都有多少硬朗的攔截 主隊所派出的球證,就是吹罰香港隊 上海隊的一個罰球 一盞斬出來,哎呀 這個球,香港隊不輸,很夠運 竟然批高了這個球 毫無跟對方爭頂的情況之下 就是這個箭頭的唐全順頂高這個球 大家對這個球員相信不會陌生 看看這個罰球斬過來 唐全順毫無人跟他爭頂之下 竟然頂高了這個球 我剛才說大家不會陌生 這個9號的唐全順 原因他曾經在這個球季裏面 來過香港效力過魚丸 然後就是回到上海 好了,再看看上海的另一次攻勢 先看看,這次扔過來,大家試不到 接著,幸好李健和回來回房 把球撐了出來 在這個時候,香港隊可以說的話 門前風聲學淚 再次要李健和走回頭 把球解圍才行 上海隊再次逼了角球 看看開出來怎樣了 香港隊的球員大部分都回房了 谷李緊張的角球開出來 很遠了,開了另一邊 剛剛才折回來 看看怎樣 一鬆鬆就來 沒有了,這個球 看到球剛剛在柱後面 中浩然也太意識,順勢跳一跳 但是仰仰手都很明顯看到了 這場賽事就在上海的紅口球場進行 入場的球迷 就是聚在球場的兩旁邊 因此,兩個龍門後面位 就比較少觀眾了 我們看看剛才的球是 彎了出界的 好,今次到香港隊的進攻了 奧沙這個球無端端送上去 沒有人,被范智瑋撞上來 唐全順一控下的時候 看到譚瑪褲麻利 就把唐全順拉掉了 兩個球員在過去一屆的 香港的球壇當中也有碰頭 唐全順也是很棒的 這個球是避到的 對他完全沒有任何傷害 但球證也是要罰了 范智瑋撞上來 這個是中國國家隊的成員 也是從奧運隊打起的球員 送上來,哎呀 這個球呢 香港隊不輸夠穩了 龍門口的張偉華 是用腳內側一彈 掃把腳一鬥一鬥一鬥 那個球的彈尾是撞出來的 這個球如果撻球也有機會進 沒錯,撻球這球還可能進 他伸到盡的左腳 鬥這個球,鬥中門尾 看看吧,一標前 伸到盡就沒辦法了 伸到盡就不到的了 半鏟半身盡 把這個球都附在上滑的網頂 誰知道鬥中門尾彈出 上海隊的觀眾當然很失望 未能夠首先打開紀錄 已經進入下半場的比賽 看看怎樣 上海的紀錄是0比0 看到劉均在右路想出一個球 讓李偉文回來 用腳一刪一刪 刪出去底線 上海隊的角球 李偉文捕到近處 看看上海隊的角球 開出來有沒有威脅 左腳的內彎角球 看六點點 斬遠那邊 這個球頂就是 沒辦法頂中目標 而且這個球 20號的張偉華 亦都按住香港隊守衛的背脊來頂波 無攻而退 即是香港隊的一次反攻 但是 譚白時被過來右手邊 又被對方的後防球員 2號的黃鋼 是把球捉過出去橫邊 李建和跑到撿回 我準備替香港隊扔間外球 嘩 為甚麼呢 突然間在觀眾看台上面 有些水樽飛下來 球證明扔 很可能就是 要公安 阻止觀眾扔下來 嘩 又一個飛下來 嘩 不要搞 這些那麼重 水樽飛到後枕 我看得多慘 沒錯 那些公安先生已經起來了 叫球迷 不要扔水樽下來跑道 1 2 3 上海隊的球員 都示意 叫他們擁躉 不要搞這種事 好了 到這裏 我們先休息一會 胡廣哥在香港對上海的比賽 已經進到下半場的中段 比賽到目前為止 還是0比0 大家都開不了記錄 哇 陳志強和李曉 大家撞一下撞一下 那球出了界 但是球證就判 是給上海隊的球 上海隊立即是扔進來了 看來上海隊都很急 因為上海從未在這個場 主場是輸球 讓香港隊作客拿這個錦標 看看金鎮怎樣 哎呀 這個球都兇了 莊越衛失敗了 因為球體來球證 可能沒出 雖然香港隊的球員 猛地指著 但是仍然被唐傳遜入接到 不過幸好唐傳遜 又是腳頭無領 他自己很好笑容 不入球都這麼好笑的 這個球都鬥鬥過來 可能他自己覺得自己有越位 球證就走入眼 好了 邱京毅把球送到前面 又是這個上海隊的進攻 那這次呢 就送過來中間 又有機會 唐傳遜 但是幸好呢 今次譚阿福 快一步壓過來 那唐傳遜 這一場球 打得非常活躍 相對他跟香港的表現 可以說是有點不同 那真是呢 這個球員 回到自己的地方打球 真是好些 哎呀 這個球送過來 現在邱健威先先脫了 幸好後面有奧莎 包過來快一步 角球來的 那看角球呢 可不可以呢 是 有入球了 那香港隊的球員 真的大部分都回來了 雖然呢 香港都起用了三個外援 看完這個球員 看完這個球員 中奧莎這個球員有一點點脫 那跟著呢 就見到 基亞拿好球員 現在送出來 慢慢先 歐慧倫 拿著 現在近鏡頭 戴上鏡的位 就是王后軍 上海隊的教練 現在上海隊的中場 拿回一球 又是唐傳遜 禁姐 推了很大段路 還未有人過來抹他 現在才見到 譚阿福 終於扯過來 邊給了這個李隆海 好厲害 一扣扣過了李慧文 左腳送過來中間 哎呀 這個球呢 剛剛沒有掛到的 就是唐傳遜 但是呢 守門員 鍾奧莎呢 也是看到的內球 一樣呢 把這個球接得很穩 這個球呢 可以說呢 也是上海 在下半場的 其中一個黃金機會 這個球呢 唐傳遜很厲害 帶一程 送給隊友宜 跟著呢 自己也走回去接應 跟著一個半度掛回來 但是沒有用 仍然呢 被這個鍾奧莎救到的 賽事已經是接近到尾段 沒錯 結果呢 經過九十分鐘 打成平手 需要呢 射十二碼 定勝負了 沒錯 賽麗呢 規定 無需要保持 一打成平手的話 雙方立即 互射十二碼 白衣的香港隊 先射第一個十二碼 就是譚拔士 譚拔士 第一香港隊呢 首先第一個球員射十二碼 好 這個球在柱邊呢 你看 譚拔士呢 首先呢 就是射入一個球 跟著呢 上海隊呢 派出黃鋼呢 是射十二碼 亦都是第一個球員射十二碼 好審慎呢 放在十二碼點那裡 看看黃鋼呢 射不射入這個十二碼 好 這個就是上海隊的守門員 射球在香港 還有李健和 看看上海隊的守門員 蔡健林的表現又如何 亦都看看和仔射 你這球射得漂亮不漂亮 這個球逐錯路了 好 李健和呢 第二個球員 替香港隊也是射十二碼的 看看上海隊第二個球員的 劉軍射十二碼又如何 兩步一趟 哎呀 你不夠運了 這樣中門尾呢 彈出了 那實際上呢 劉軍射十二碼的助跑 似乎不夠 好 激壓第三個球員 替港隊射 逆射不入 又被上海隊的守門員 這個蔡健林是夠出了的 即是說呢 就是 香港三個球員射過十二碼 激壓不入 兩個入 好 跟著呢 上海隊的范志毅呢 亦都是射不入 那自己呢 領頭了 范志毅射不入之後 好了 焦仲文呢 就是射入這個十二碼 香港的焦仲文呢 射入 先後呢 射了四個球員 即是激壓不入 而上海隊呢 射了四個球員 有兩個不入 射了三個球員 有兩個不入 這個第四個球員 李曉 入 李曉射入這個十二碼 那目前為止的形勢呢 如果 香港隊最後一個球員 歐偉倫射入這個十二碼呢 就可以跌標了 沒錯啦 結果呢 歐偉倫呢 躺的地球射入了 以總十二碼的紀錄 4比2呢 香港隊呢 擊敗上海 作洪口球場呢 第一次呢 奪得錦標歸 好高興呢 香港隊的這個球員 現在是領獎的時刻了 李建和 隊長的李建和呢 是領取了第七屆五港盃的錦標 而且奧沙也很高興 叫記者呢 和他來拍一張榴槤 示範 穿出了 請問 GN